为了迎接独立日 交通部推出特别车牌 Malaysia E到 Malaysia 9999 由于早前招标的V和F车牌 分别为政府带来2248万令吉 和1755令吉收入 交通部长陆赵福保守估计 这个别具意义 西蒙年代第一批的特别车牌 将能为国库贡献2200万令吉 路长府重申 从今以后所有特别车牌的竞票 由交通部和路路交通局全权负责 不会再开放给任何企业 或非政府组织代理 那个部长也不会有优先权 必须和大众一样 通过正常投标程序 不过有鉴于这次情况特殊 所以交通部会将Malaysia 2020 保留给首相敦马哈迪 从7月2号到16号期间民众可以在各州路路交通局提成竞标表格 竞标结果会在8月23号公布 只要车主当天完成所有程序 车牌马上就可以上路 政府考虑 接下来采用其他州属的名字做车牌 同时效仿外国 个性化车牌字母 比如以个人名字 不过一切都在探讨阶段 马杜空兼林运祥 实习记者刘思宇部城报道